大家好,这里是天洋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看这个 这个是火金相结合型的掌型 这个掌上的纹路非常的清晰深长 也没有什么杂纹干扰 掌型的坚实干脸 头脑聪明 做事非常的果敢有效率 是一个工作运非常强的一种 在工作当中容易被重用 是一个降材 我们说人大体是分降材和帅 帅材是在上面 这个有极强的个人魅力领导大家的 降材呢 这个是 就是做事式的 做这个做事非常有效率 那么三十岁之后呢 会有非常好的一种位置 就是说在三十岁之后啊 这个他的事业运势会非常好 由于前面的一些工作上被重用啊 工作运势非常强啊 头脑聪明啊等等 那么在情缘上是有波折 我们说刚才说三线少有干扰啊 少有干扰 不是说没有干扰 就是在感情线有干扰 这个感情线 有一些导子文弄啊 小的导子文弄 感情线前期也是比较粗啊 情缘小波折 婚姻整体上 这个感情线的天文上校的格局和 甚至在尾端出现凤尾文啊 婚姻整体没问题 只是手起手掌的掌色啊 偏暗轻啊 所以说注意近期的一些耗材的情况发生 我们看这个啊 这个呢 首相当中呢 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假段掌啊 这个段掌之余呢 他智慧线有分支 并且的隐隐约约跟这个啊 生命线构成了这个圆宝纹以及失业线啊 但是由于失业线在这个位置啊 他出现了错开和中断 我们说 这个财库人生当中的圆宝纹 最忌讳的就是中断啊 这个有开口缺口啊 这个就是代表漏财啊 那么我们看这个太阳线啊 太阳线又叫成功线啊 是无名指根部 并且往下延伸啊 那么这条纵线往下延伸 这条线通常影响着财富的大和小 我们有一期节目讲 太阳线的长短 跟你的富贵的多少有关系啊 这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好了 有关这个天 这个首相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上玄机啊 如果是有这方面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